就是说到处都很好用 OK 这是个什么Fix 这个Update Web Initialization 其实还是比较少人在用 我们前面讲的那一方是比较 比较多 多人可以validate 说这些是比较好的方法 OK 然后再来 我今天希望把这个 Gradient Clipping 然后讲完 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 叫Gradient Clipping 这个方法 这个Gradient Clipping 其实概念也很简单 Gradient Clipping就是说 你不是每一层那个Gradient变大吗 那我就保证 我就设一个限制 超过把它剪掉就好 这够简单吧 OK 所以这些方法其实都超简单 其实比你想像中 深入学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没有 我说 这概念都很简单 就是当你知道问题 在哪边的时候 就直接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 Badient Clipping 是这样子 Gradient Clipping 是这样子 Gradient Clipping 是这样子 那你去减它 就是说 有两种减法 OK 那你可以用 Clip Value 或者Clip No OK Clip Value的意思是说 我们就 因为你知道说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那个鬼脸算出来 鬼脸基本上是一个向量 对不对 大家知道 就像那个前面在算的 都是一个向量 所以它会有很多的component 对不对 比如说讲二维的话 只有X跟Y好 好不好 它假设是二维的话就是X跟Y 对不对 好 那它是 因为鬼脸就是说 指向下降速度最快的那个方向 对不对 对 就是这个Gradient 对不对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向量 它基本上是向量 那如果说二维有X跟Y好 那Gradient Clipping Value 这个Clip Value 意思是说怎么样 就是 如果说你的鬼脸长太大 那很简单就是说 你就看每一个component 比如你component 比如说我们假设说 我们一定不能长到100好 超过100我就不行 那结果你这个假设有个 我可能拿例子还比较好 就是Clip Value 1.0 就是说你就 1.0就是什么意思 你的每一个 每一个component 就是X跟Y 假设是二维 X跟Y 就是必须要在-1到1之间 如果低于-1 就设成-1 高于正1 就设成1 就这样子 很简单吧 只是Clip Value的那个做法 OK 那这个做法 很简单 没有错 但它会有个什么问题 有个问题是说 记不记得我刚刚前面讲 它是往最低的方向 指下去的方向 对不对 所以呢 OK 假使你现在的一个向量是 譬如说 就是0.9 100 这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那你原来是0.9 100 它大概方向是什么 是哪边 0.9很少嘛 100 几乎是直北边嘛 对 几乎就是正北嘛 对不对 几乎啦 几乎是正北 好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说 我现在用这个 刚刚讲说我就是 就是设成1好了 刚刚讲的1 那这会变什么 0.9还是0.9嘛 对不对 那100会变什么 1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0.9 1 它大概指向什么地方 差不多45度对不对 很靠近45度对不对 原来指接近正北喔 现在指到45度 这个方向指的差的有点多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你当你在 在那个 它可能你的度用 原来是指向北 它可能是往下降 就是 回连低伸 它可能往下降 你走45度 可能它往上升啊 它可能不是下降的方向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 这个creep value的问题 creep value 当然这种情形 发生机会也不大啦 只是在你的X跟Y 因为说你不一样的component 差异非常大的情况 才会发生 那这种情形发生的机会 其实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大 或者说这样讲 也许真的会发生 但是发生那个 改变的方向 不会像刚刚 现在这样的例子这么离谱 可能会改变一点点 但是没有到影响 没有到影响到这么大 对 那如果你要避免这个事情 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 不希望这个creep value 会造成方向的改变 那你就设 那个creep 那个norm 你可以设 creep norm等于1.0 那creep norm等于1.0 什么意思 它就是 就是 它就简单讲就是 你的x平方加y平方开根号 要小于 等于这个 这个 就是你的norm norm就是你的 就是每一个component平方开根号 就是它的长度 这个vector长度 要小于等于这个值 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 不是的话你就把这个长度 除下来 让它是至少 就是说不要超过 就刚好变这个值 如果小于就没有问题 但如果说大于就是要把它除下来 就是说刚刚好等于这个值 那如果说按照这个 刚刚讲这个例子 如果你用这个creep norm等于1.0的话 它就变这样 0.008 999 64 0.99999 95 这个还是基本上 是指向北边的一个方向 就 那你还要把它平均 对 把它平方 加起来开根号 就会是1 当然是1 就是creep norm的概念 OK 那这样子做 那好处就是它不会 不会改变方向 就是你算出来那个gradient descent的那个方向是对的 它不会因为你做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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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gradient clipping 而造成方向的变化 OK 那它的缺点是什么 缺点说它这个计算会比较复杂 对 这计算会比较复杂 对 当然这个 这个复杂 就会造成它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模型的 这个训练的时候 就会比较 花比较多时间 对 那这个 这个通常 你用batch normalization 不用这个 那你用这个 通常很少batch normalization 跟这个一起用 因为batch normalization 做的跟这个 其实两个 有一点点重复 有一点点重复 OK 这个是说 你如果不用batch normalization 你要用 你当然也可以是 用这样的格力 可以做 OK 那这个 这个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 接下来下面的top is transfer learning 那这个就比较大 我可能今天没有办法 可能讲不了那么多 因为 这个transfer learning 我们在前面有讲的概念 对不对 那现在是真的要开始讲例子 当然这个例子也是一个 比较是made up的例子 为什么是made up的例子 我要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transfer learning 用到的 真的在transfer learning 用的时候是 就是比较大的模型 OK 那我们现在 严格讲讲 我们现在讲的模型 都还是很小的例子 所以真的要讲 transfer learning 其实 有点像说 你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对 但是我们后面 等到讲到CNN的那边的时候 就会看到 比较适合的 transfer learning的例子 但是这边的话 我们会有讲概念 我们会讲例子 会把它完整讲 但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 我今天就先到这边 好不好 那这边的话 就等到下礼拜 就是我不在的那个礼拜 我们会把这个 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video的那个link 跟大概从哪边到哪边 就是我们会提供给大家 在那个e1课还是上面 请同学自己上网 把它看一下 就下礼拜 就是看一下 那我下下礼拜 就是我们课堂回复的时候 如果同学有任何问题 欢迎带到课堂上 好不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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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没有问题 今天讲的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到这边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